哈喽大家好,我是九州小周 现在是晚上11点钟 我们又在这个时间点出来觅食了 之前有网友问我说 在洛杉矶呢 有没有正宗的火锅店 那我现在位置呢 在洛杉矶市的圣盖博 光这个城市呢 火锅店就有十几家 所以呢 有没有正宗的火锅店呢 如果你在美国吃一顿正宗的火锅店 你要花多少钱呢 跟着我镜头我们去看看吧 走 两位 每一根串串的价钱是三毛六 调料每一个人是一块两毛五一味 是自取的 他们除了串串之外呢 还有一些像托盘一类的 那这边呢 按照颜色和形状的分为了不同的价钱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店还蛮有特色的 所有的这一些餐具的使用 都有他们专门的logo 叫钢馆厂五区小军干串串香 这应该是一家来自国内的大的品牌的连锁店 哇原来他们在国内有1000多家分店 那这个就是串串 这个有点像我们国内的麻辣烫 在美国呢 因为对食品有比较高的质量的监管 这一些串串只要是生食 全部要放在冰箱里面 座位冷藏 上面还有住中英文的标识 然后上面呢 是他们家的麻辣小军干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像这种合装的肥牛 我还蛮喜欢这种火锅串串的 感觉呢 就是你一次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 吃这种的 你就不会吃过头 会亮丽而行 这个是他们的调料区 这些干碟 花生碎 芝麻 哇 基本上是应有尽有 这是一家四川火锅店 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调料区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吃火锅 就讲究一个路向随俗 像我们今天来的这种川味火锅店 我们就做一个这种川味的调料 我觉得他们的调料台呢 还蛮sweet 上面有一些店长推荐的 要怎么搭 现在是晚上的11点 快要坐满了这里 这边是番茄锅 这边是麻辣锅 我觉得这个店呢 真的很有意思 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呢 都会让你觉得 这是一个充满了情怀的店 你看上面的名字 人活二十几 全靠懂得起 虽然我不是四川人 但是我感觉来到这样的一家 充满了情怀的店呢 尤其是在国外 你会觉得有一种思乡之情 在这个地方能解你的乡丑 这份是肥牛夹 这应该是芹菜 肥牛的本身是有一种 腻腻的感觉 但是配上这种蔬菜之后 你会感觉哇好清爽啊 鞍唇蛋 火锅必备 午餐肉 火锅必备 我们终于有一天是在晚上 使用一种正宗的川味火锅 来填饱我们的胃 这个呢 啊 就我们刚刚拿的是 他们叫小军干 就是应该是他们家店的特色 应该像是鸡蒸一类的 我尝一下他们家特色 嗯 是鸡蒸 嗯 很好吃啊 这他们家特色是有原因的 那真的很脆 尝一下他们另外一个口味 这个是番茄锅的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番茄锅也很好吃 没有那么辣 鸡蒸里面的圣底骨 这种番茄汁 反倒是感觉 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这有一个地方 虽然他们给我没有来放串的 这个是肥牛金针菇 哇哦 我们点的这种中辣的锅 还蛮辣的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辣的锅呢 算是非常正宗的 我一个江西人吃这个中辣的 感觉像有点辣的流鼻涅 抱歉抱歉 出一个数学题 三毛六一串 这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串就多少钱 第一波肉吃完 现在进行第二波 这边呢是他们的海鲜区 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有什么 海螺 鱿鱿鱼 小八爪鱼 亲口扇贝 号尔鱼 鱼滑 虾滑 鱼滑 鱼滑 龙虾丸 花之丸 哇 总之你能想到的这种 海鲜在这基本都有 麻辣锅的锅底呢 牛油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但是 在美国那里很难买到正宗的牛油 所以我很好奇他们的牛油哪来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锅底 是从国内来的吗 对对 是从四川 空运来的 对 他们有海运过来 海运过来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锅底特别的正宗 我在罗兰基吃过很多的火锅 这家算是罗兰基至少的排名前三位正宗的火锅的锅底 生蚝 生蚝 这个是薅尔鱼 如果你来四川火锅能看到薅尔鱼 那就说明这是一家非常纯正非常正宗的食物 我们今天的串串倒是没有吃多少 是吃了这么一点 但是这一桌的残根忍质 我想服务员应该通过这个串的数量来计算这个最后的价格 我还蛮好奇我们今天吃了多少钱 嗨 好谢谢 我们现在那个店里有促销 就是现金巴巴的 我们今天共最后吃了多少钱呢 总价是83块2毛7 另外还有15%的小费 所以最后总价应该在94块钱左右 之前有网友说想了解一下 就美国的收入情况 对于美国人来讲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的晚餐呢 在加州25人以下的公司 最低时薪是12块钱每小时 如果你是25人以上的公司 那最低时薪呢只要配到13块2毛5 以最低时薪来说12块来讲 你大概需要工作真的8个小时 所以是贵还是便宜呢 你说呢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段宵夜呢 又大快朵鱼了一顿 这家钢管厂五区小军干呢 还是非常的正宗的 完完全全可以作为川味火锅的一个代表 如果大家来美国旅游 或者是你身在楼山地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来这个地方 来尝试一下他们家的川味串串 好 我是救救小周 一个从本集出发 但你也订阅跟欢迎美食播主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在节目的下方点击订阅 收藏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